在我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古城墙环抱着老街 作为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 千年来它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赣州城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 在面对这座城墙的时候 就仿佛是面对着一座巍峨的高山 始终无法跨越 也成就了一段段传奇的篇章 这段古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砖墙之一 灯高远眺 脚下三江相伴 远处群山环绕 和古城墙共同构成一幅水墨画卷 不过在这看得见的美好背后 却是一代代人看不见的艰辛付出 这是城墙将近一千年 这里有一块最早的砖 我们能看上去 这上面还有文字 102年北宋1069年 我们已经发现了521种 521种美文砖 赣州的城墙是山面环水 所以这个年年会涨大水 山洪爆发的时候 那会水淹赣州 那个城墙受了水淹 年年要修 所以这是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大工程 这一千多年来 从宋代到民国 一直到今天 我们玉谷台人 在每一个朝代 在每一个时代 都在修城墙 历史上 为保护家园免受战乱之苦 当地人沿着张贡两江 建起一道土城墙 宽阔的江水成了天然的护城河 然而 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水能赴城 亦能赴城 北宋家幼年间 孔子第四十六世孙 孔宗汉来自担任支州 他到然后不久 一场几天几夜的暴雨 引起山洪暴发 土城墙被冲垮 大水灌入城市 赣州化作一片泽国 百姓流离失所 眼前的惨状 让孔宗汉悲痛万分 他下定决心 必须建一座 固若金汤的城池 他心里很着急 怎么办 他想尽办法 要把这个土城墙 修成一个砖城 但修成一个砖城 也是比较困难的 决心虽然好像 但方法始终难命 洪水年年来袭 就算是砖器城墙 立即也经不出 这样的反复重刷 为此孔宗汉防变全城 终于有一位老工匠提出 可以用铁水浇筑成机 不过这个方法 从来没有人尝试过 做了有可能成功 但不做了就一定会失败 孔宗汉当即号令全城百姓 照此方法烧制城砖 修筑成机 历经数年之功 城墙终已建成 此后千年 每年夏天 城外洪水滔滔 城中生活依旧 五复民风的干州 也由此位列宋朝 三十六座名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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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座名城之一